发现城堡事件中的伤者Sunny 当时的他双脚严重烧伤 走过这几年的复健之路 培养出良好的运动习惯 甚至成为一位自由体能教练 现在的他只要时间许可 会在公开场合力挺阳光基金会活动 甚至到企业机构学校演讲 这支由阳明山有线电视制作的 记录曙光专题 宣导脸部平权 成功获得NCC优等评鉴 平常就致力在地方文化的深耕 跟个人这个地方特色的人文的介绍 我想这个奖项 也是给我们同仁非常大的鼓励 同样获得优等评鉴的 还有新唐城有线电视制作的城市纪录部 铁工职人曾文昌将铁花窗技术翻新 走入工艺与文创领域 他生性活的力量会让铁千变万化 只要用心就能赋予他新的生命 像是如果我们在台北 这个这一次有很多机会看到 我看到不同来自各地 还有离岛的这样的节目 发现说其实对于不是在地的人来说 这样的一个资讯 他反而也很有启发 然后也会更促进那种 想要去地方探索更多新的知识 跟一些新的文化现象 今年112年总统有新售家 那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有些电视业者 对这一块越来越重视 而且也推出非常多优秀的作品 为了推广保存地方文化 NCC特别举办有线电视 内容节目平和机油表扬会 希望借此提升系统经营者 公用频道及地方频道节目内容 与禁用在地人力 挖掘更多地方故事 让更多人认识自己居住的社区 记者邮湘亭台北赛访报道